大家好,今天會和大家做一個Latella卷 分別會做麵糰、餡料和淋麵 首先看看麵糰的材料 我們會做麵糰 首先把麵粉、糖、鹽和酵母輕輕拌一拌 之後倒出來,中間製個洞 之後就可以慢慢把液體加入洞 我先加了蛋 加了蛋之後,在中間慢慢拌 當中間變成糊狀,就可以繼續加奶 逐少逐少加 這個時候盡量用左手拌 不然兩隻手就會很髒,就拿手不成小 大家有沒有覺得奇怪 多數做麵包都只用高筋麵粉 但為什麼這個麵包會用低筋麵粉呢? 講到這個問題,首先要講一下根性 根性是指麵粉裡面的蛋白質含量 它是麵包的支架 用來保存酵母生產出來的二氧化碳 根性越高,彈性越強 麵團就會膨脹得越好 原理就像氣球一樣 根性就像氣球的彈性 彈性越高,就可以保存越多的氣 有些麵包不需要它膨脹得很大 相反想麵包鬆軟一點 就像這個Latella卷一樣 我們會把它捲起來 所以它不像其他麵包一樣 要發得很大 如果我們加少許低筋麵粉下去 基本麵筋都可以成形 但是就可以令它鬆軟一點 當加了全部液體之後 中間也都變成糊狀 那你就可以用刮刀把外圍的麵粉推進去 之後開始不停按壓 讓麵粉可以吃進去 當你看到麵粉已經吃了進去 那就可以開始搭包了 我們來個慢動作看看 搭包的動作其實就是 當右手把麵團剷起的時候 左手就順勢把它拿起 拿起之後就把它搭到桌面 再對摺 之後左手就在左邊 再一次拿起麵團 右手又把它順勢剷起 左手拿起麵團的時候 就盡量用最小的位置 用手指頭就可以了 這個動作就可以令麵團 好像拉筋一樣 拉開再摺 拉開再摺 令到筋性形成 當你開始覺得有點累了 汗都出了的時候 麵團應該都開始變得光滑 還有沒有那麼黏手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是還沒加牛油的呢 為什麼到現在都不加呢 是因為牛油會阻止麵粉吸水 如果你一早落下去 你就達到2046 它都不會起筋的了 達到差不多 你看到它很光滑 你就可以試一下切一點麵團出來 試一下它的根性 看看拉不拉到薄膜 如果已經開始看到有薄膜形成呢 那你就可以開始入油了 入油的時候最重要是不要遮住遮住 不要怕那些牛油會掉出來 用兩隻手不停地拉扯它 去到差不多 就用刮刀刮一刮桌上的牛油 然後你就會發覺 其實牛油差不多已經吃了進去 那你又開始可以再打爆了 又重新再打到它有薄膜 看到它有薄膜之後呢 我個人的做法 就會把它打到幾下 令它光滑那面向上面 之後就可以用刮刀 把麵團收回來 然後就把你這個麵團 放在一個噴了油的容器那裡 然後就可以拿去發酵了 如果這個焗爐有發酵的功能 你就可以把麵團放進去30度發酵9個字 直到它兩倍大 但是如果你是室溫發酵的話 就可能要久一點時間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在麵包正在發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準備餡料了 首先把溶了的牛油 倒進去 拉托拉醬裡攪拌均勻 然後弄一弄散一些白糖 如果你們喜歡肉桂的話 就可以在這個步驟 加入5克的肉桂粉拌勻 去到差不多一時間 你就可以去看看麵團的味道了 你可以用手指沾一點粉 剁一個洞去麵團試一下 如果把手指拉出來的時候 洞會回縮 那就可以了 麵團可以了 就可以在工作桌上 撒多一點高筋麵粉 然後就倒進去 表面也撒一點高筋麵粉 然後就可以慢慢把它拌成 大約有3mm厚度的長方形 如果你拌不到它的角出來 你就可以試一下用手拌一拌它的角 然後把 這桂桂桂 從中間推向角藻 記得要放多一點粉 不然等一下在變滑的時候 就會黏住底 跟麵團也是一樣 如果不夠粉 就會很容易黏住圓桂 然後就可以把剛才的Natella牛油醬放進去 然後把它掃勻整個麵團 用手指濕一點水 在最上邊那邊按一下 方便一陣子捲的時候可以黏得緊一點 然後再把糖撒進去 用手指鋪平 之後就可以開始捲了 從下面開始捲起 捲頭幾下的時候 可以向自己的臉輕拔一下 之後才捲 到後期你就會發覺可以很順暢地捲上去 捲到最後就會成為一條長條形 你就可以用刮刀撐起它 之後就可以用兩隻手捲一捲 還有把它撈緊一點 將這條麵團斬開九層 將它放在一個噴最有的九吋乘十一吋長方形模 之後就可以最後發酵了 大約三十度三十分鐘 發酵完後應該會看到像這個狀態 180度焗二十分鐘 麥特娜會比較搶火 所以可以在最後幾分鐘 加一塊石紙在面上 防止它太焦 焗的時候就可以拌好 淋面 淋面其實是把糖霜 檸檬汁 暖水和Vanella香油拌在一起 焗甜包的時候 記得出爐的時候要等一等 之後就可以趁熱淋上 我們剛才做的糖霜面 省冷就可以吃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LIKE和訂閱我